开工第一天 对吧 省委书记就带队 去喊大家一起干革命 一起去拼经济 这就是很务实的一种态度 说实话很少有这个 对吧 一把手亲自去找到一大堆的企业 聆听企业想怎么干 对吧 我们接下来我们能够做什么 我觉得在广东 这一点真的是感为天下先的 这个精气神是在的 所以到现在为止 广东省一年将近交一万亿的税收 首先我们经常说 这个城市是贸易文明发展的一个结果 所以未来的城市 城市无人才不负 人才这是第一 第二城市无产业不强 得有产业 我们现在的这个广东省的市场主体 已经超过了1600万的市场主体 然后它每年人口的这个净流入将近百万 像广州啊深圳啊 这些一年都吸纳几十万的这个大学生 有人才有钱 有产业才能强 有好的产业 有龙头公司 城市它才能够变得强 所以我就说 城市无人才 不富 无产业不强 以前我们的这个竞争 初级阶段靠的是单个个体的企业 但实际上 过了这个阶段之后 你要靠整个供应链的配套 靠整个产业链的这个完善的配套设施 所以说 只要有供应链的这个完善 新的这个市场主体 新的创业者 来到这个企业 他就可以把这个中国的手机 卖到这个全球去把中国制造的这个产品 卖到更多的这个地方 这是中国大湾区独特的竞争优势 因为你去看整个世界的这个城市发展市 像大湾区有这么多城市集群 而且有广州深圳两个超级大的这个城市 并联的这个大的主体 这是非常极为少见的 而且还有香港跟澳门的这个加持 所以说大湾区未来的发展 它不仅是说 某个单个公司的这个发展 它是大项目 大平台 大的产业链 供应链配套的 整体的这个竞争 下载N视频APP N种方式 打开世界